好了,我们继续讲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旅程 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 第二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的地方 又兼顾众叛徒,就回到这里 去到以弗所,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叫阿波罗 来到以弗所,他出生在埃及这一边 是一个有学问,有口才的人 也是最能够讲解圣经的 阿力山大是罗马帝国第二大的城 犹太人多达到一百万,该市有五个区 有两个犹太人区 希腊帝国的时代,七十四亿本也是这个地方完成的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隔离底 这里就是希腊帝国最重要的雅典 所以在这个过程,阿力山大港就过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再坐船上去希腊 所以,由希腊直接过来南边的埃及 阿力山大港就是最重要的重镇 而这个时代,阿力山大港就是非常巨大 他就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 是很夸张的 好了,这个人就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 心里面也都火热 将耶稣的事也都详细讲论去教训人 只是他只是晓得约失的洗礼 他就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 伯基和阿力山大港就听见接了他过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得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阿该亚这一边 弟兄就劝勉他 并且写信请门台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 就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地拼搏尤太人 而且引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阿波罗就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就经过了上面的这一大地方 就来到尔弗所了 就是巧巧,阿波罗就去了这边 保罗就过来尔弗所 那里就遇见到几个门徒 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就回答,没 也没听过,有圣灵刺下来 保罗就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 他们就说是约翰的洗 那保罗就说,约翰所做的就是悔那个洗 就告诉伯伟应该信他之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所以这一段也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原因 好了,接着就继续讲了 他们听了这句话之后,奉主耶稣的名就受洗 保罗就按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有些就讲方年,有些又讲预言 一共就有十二人 好了,这里讲完了第二次宣教 已经进入到第三次宣教旅程了 但这个因为是第十七条第十八章 所以就去到这个圆了 这里第十九准备都开始了 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之后就是讲第三次宣教旅程了 大家密切留意,祝福大家 这是宣教旅程的 谢谢观看